16666288新報國太陽部工會各罷工行動 2015年5月29日港民A04新報信 國泰航空勞資雙方在勞工處滑船下,作展開第二日談判 期間談判一度頻臨破裂,其後資方作出讓步 工會同意各自然階段罷工所有準備行動 但要到下星期一與資方簽署正式協議後,才宣布正式停止罷工 員工逐到場聲援國泰勞資雙方昨日繼續就外站津貼及同工不同酬 兩句議題進行商討,下午有超過150名國泰員工 到會議場地勞工處留下聲援 國泰空裝服務員工會主席黎玉禪 陷於下午四時許會面小休時,下樓與聲援人士見面 指資方態度轉趨強硬,又批評資方不珍惜員工 其間有工會理事情緒激動,一度落淚 其後談判繼續,維勞方一道離場 例玉玉閃解釋,原本與資方就三項訴求達成基本共識 正打算簽訂備忘錄,在最下週一就談判內容的細節簽訂協議 但簽署時資方代表突然表示,簽訂的已是正式協議 令勞方不滿,決定離場 談判一度頻破例不過,資方在工會宣布談判頻臨破例後 態度軟化,把談判的備忘錄交與工會審時 工會其後要求修改字眼,再決定是否簽署 並由勞工處代表把備忘錄交回資方再審時 黎玉玉閃表示,滿意與資方的談判進展 約下週一資方願意簽署協議,將各自罷工行動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